这把我们兑现的是武则天还有瑶啊 兑现武则天的话是没必要怂的 线权也肯定可以拿得到 清掉兵线我们还是老规矩 直接去抓对抗路 这把我们的对抗路是一个孙策啊 留人能力非常强 而且哪吒带的是个惩戒 我们直接上来支援 那么这个哪吒就不可能跑得掉 成功拿下一血 接着上路还有河蟹的话 我们把河蟹给蹭了 接着回到中路来拿一分钟的河蟹 这个河蟹对面也不敢抢啊 那么这一把就是天狐开局了 接着这一波我们是想抓敌方的AD的 但是没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只能往回走了 刚刚好这个时候呢 扎开了大招啊 说明对面是想打的 而且近的是也一直没有路 那肯定是在我们红区了 我们不要过去 保持安全的距离 在后面甩技能就行了 找个机会再上 这边对面的状态也都不好了 而且我刚刚好到了四级 孙策也下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上 确认我们的目标 就是这个爱玲 二技能吹在脚下 直接闪现拉开位置 这个闪现就是想躲武则天的技能啊 但是他也有闪 那这波就没办法了 不过一换三的团战也算不亏 前期的四分钟是最容易找到节奏的点啊 这里赵云打的近一套 但是没有秒掉 不过对面的武则天也刚好过来啊 我们直接打他一套 这个大招不要急得开啊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秒不掉他的 所以我们得等中路兵线的到来 利用他想清兵的这个心理 直接闪现上去把它给秒掉 坐下 当大家看到这里啊 是不是会感觉这一把打的是挺顺的 但是并没有啊 这一边我还在打篮的时候啊 中路就已经发生了团战 然后等我把篮拿完 想去支援的时候 刚刚好就直接卡住了 我直接裂开 接着这一波 我们又在上路和对面发生了一波团战啊 但是这一波对面哪吒的大招 还有武则天的大招太牵制我们了 手无寸铁的我就算散现拉开位置 还是倒在了敌方哪吒的枪下 接着的话 我方的局势就直接陷入了逆风 不过没有关系啊 逆风局那才是最精彩的嘛 这一波赵云是在下路单带啊 我是肯定接不了他 而且我们现在蓝区是有资源的啊 那我们不刷那留给对面刷嘛 把中路的兵线清掉之后 继续来上路处理我们的兵线 还有野怪啊 毕竟逆风局嘛 经济起来了 那才容易带飞队友 来到15分钟 这一波对面是准备开龙的 但是我这边也不想让 这里中葵勾到了敌方的武则天啊 但是这一波我们实在是不敢上 只能在后面打一下敌方的状态了 然后从侧边绕过去 这里爱玲点了一个金身 我们等他金身结束 一二技能直接把他给秒掉 但是我的话还是给敌方的劲给抬走了 不过这一波对面掉了四个人 可以说我方是很赚的了 不过接下来 队友再一次在上路打炸了 我为了防止被一波 所以只能来到中路 先把中路的兵线给清掉之后 再来上路守住我们的塔 不然两路的兵线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一波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的站位 一技能去给兵线之后 直接往回走 这里看哪吒开大了 他绝对要飞我啊 我们一技能清掉兵线之后 直接往回走 等他大招落地了 我们再开大招回去进行反挡 一技能去抬走对面的武则天 还有哪吒 剩下的爱玲也是根本跑不掉啊 一个一技能也是直接拿到了三杀 但是剩下的一个摇 因为近的位置没有路啊 所以我是实在不敢深追 那么这一波的话 我们直接走就行了 等着队友复活出来之后 再做打算 这里孙策的话也是复活了出来啊 而且中路也刚好看到了敌方的摇 还有静 那我们直接坐上孙策的船啊 直接去找对面的静聊天 孙策也是撞到了 我们二技能衔接一手控制 对面根本动弹不得啊 直接抬走对面两个人 现在对面是吊人了 而且中路还是有兵线的 所以这一波我们换上金身去开团 是可以直接一波掉对面的啊 注意来看我接下来的细节 站在兵线后面卡好视野啊 因为敌方的哪吒肯定会上来听兵 我就等着他上来的时候 直接把他给秒掉 注意看 现在我是有九成日目被动的 所以这一波我们直接一闪进场 对面是卡不住我们的伤害的 全部爆炸 现在的话 我们就等着中路的兵线 就可以直接一波掉对面了 但是对面的摇 还有尽快复活了 那我们就成全一下他们 把他们全给带回家之后 再来一波 最后的话 我们也是直接狂拆水晶 直接一波掉了对面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拜拜 拜拜